土雷老师好 各位老板好 我叫程鹤 今年31岁 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开采专业 毕业之后呢 有过三份那个从业经验 和两份创业经验 今天有幸来到 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 想寻求一份总经理助理 或者活动策划类相关工作 谢谢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对 当初为什么是选的这个专业 因为我是在河南鹤壁 鹤壁是一个煤矿型的 一个小城市 就是你毕业之后 就去到煤矿产业 对对对 是吧 所以你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煤化集团 但做的是文远 它是连实习带就业的 就是毕业的前一年 就被下放到各个企业 然后去做实习 实习定档之后 就直接在那边上班 然后在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呢 然后就到办公室 做文员这类工作 这个煤矿工人的生活 能帮我们描述一下吗 怎么说呢 就是暗无天使 因为我的父亲 是一名煤矿工人 对下了一辈子的酒 说实话 你的四份工作经历 都哪个人哪都不搭 对对对 第一份是煤矿 对 第二份是游戏 第三份你创业去搞种植 对 种植跟环保 环保行业 对 是吧 对 然后最后一份又做到了养老 你能说说你的逻辑吗 这个也其实是在一个 在一个寻找探索的一个阶段 因为做种植 种植跟这个环保这块呢 是因为在昆明那边有一个表哥 我们两个就是想做这块的一个项目 相当于是河谷 然后帮他照看一些生意 是这样的 你是没投钱的 我投了一些 你哪来的钱 父母给了一些 还有在那个游戏 你父母 你父亲挣钱可不容易 对对对 亏了 亏了多少钱 一百多吧 你父亲亏了多少钱吗 亏了六十多 六十多 对 所以 所以说很愧疚 很愧疚 父亲对于你创业亏损是怎么说的 他就很支持啊 他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 爹的这些钱也就是给你留的 我们留一个养老的钱就行 对 所以说父母其实是无条件支持我的 这是你养老的那个事业的照片吗 对 你这也是创业吗 对创业 你还创 你不是刚失败了又创业 对 就是想试试吧 因为想把这个养老行业 作为我自己终身的行业来做 因为每一家都会有老人 都要去照顾 那怎么不做了呢 因为公司现在 因为疫情期间嘛 养老服务 我们将近已经有大半年 没有任何项目跟收入了 本来做养老 也都是一个威力的行业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 靠自己的钱去支撑做这些事 我问你一点啊 你觉得你跟你爹比起来 有什么不同啊 父亲呢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工人 它是 我 activating都要踩的大远 你去做养老公 尤其他人 终于来说 宝贝 我给你什么事 我给你一个委員会 刚刚对我 inser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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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挣到钱了吗 持平 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缺乏这种企业管理能力 跟商业运营模式的这个规划 就觉得因为做了这三年 其实怎么说呢 很累 我是公司最大的业务员 然后策划员 然后执行者 所以呢 所以说自己的团队也用不好 然后就每天就很累 所以要学习 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现在如果在倒回三年前 你还创这次业吗 还是选择进公司学习 我会选择一份养老相关的事业来做 但是不会再刺激去 所以你看嘛 这就是嘛 总结下来这孩子应该是善良 对吧 这样的家庭背景的孩子 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渴望 但是我说这所有的一些的意思 就是什么 你没有真正的理解到父亲的艰难 争起这个家的艰难 创业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商业价值 什么有意思有意义 那都是情怀 都不足以是你创业的理由 你今天面试什么岗位 想做总经理助理 或者活动策划类的 你觉得你做总经理助理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有一定的那个管理协调能力 但是就是不具备就很高端的公司运营管理 这样的才能 我觉得你养老的那个精力 在段东那有用 是吧 我们其实在对家庭服务 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对 所以说我的意向就是段总这边 你想要求薪资多少 一万家 一万块钱 是不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高太多了 我觉得学历 从学历 工作经历 知识和技能 这几个方面 包括你过去的业综 综合来考虑的话 你至少应该降一半 因为你并没有表现出来 你能值一万块钱的 职业能力 我认为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话 我还想坚持 一万是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磊 还有六盏灯 来 天生我有财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领导指定我为垃圾分类负责人 谁扔错垃圾都够我绩效 什么领导这是 该怎么办 这个我首先会就是象征性的 在公司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垃圾分类的知识 然后第二个呢是 就像以前在那个 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有谁闯红灯了 就骑电动车闯红灯了 然后就把它拦下来 你去抓第二个人 不是抓第二个人 那哪叫抓第二个人 那就要在那儿维持 一段时间的交通秩序 就是以这样的办法跟方式 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事 你想说什么呢 就用这种方式 对 对 用这种方式来做 不是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们销售部的老大 乱上垃圾 他就不要做销售了 他就在那儿抓人 待在垃圾桶旁边就行了是吧 如果技术部的老大 出了这个问题 他也不要管技术了 对吧 他就带在这儿 手垃圾 是吗 我觉得其实这道题 你答的情商确实没在线 因为你的那个思路 是赔钱的思维 所以情商肯定不行 你让 本来就扣你绩效 你再安排一个人 在这儿等着 反正谁来都是扣你绩效 这问题没解决 都是扣你的钱 那绕回来来讲 第一个是你刚才讲象征性 其实首先这件事 托付给你 你肯定会认真想思路 比如说你该怎么定规则 这个规则可能上下联动的 你也可以定 其他人也会绩效连带 这是管理的思路 然后第二个是说 对于科普的知识 你要保证一个 简单好记的方法 而且你刚才的 回答的这个问题的 这种方式方法和思考 跟你刚才所说的 要做养老的这种 情怀事业比起来 你可挺不踏实的呀 你看你创业的 这几个阶段里边 很多都是离职员东西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 我又自主创业了 这些东西 在你的职场那里边的 基本功没有过 我想问一下 他那个不是做过 半年的销售经理吗 但我看你后面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的发展 是不是不 从内心来说 是不太喜欢销售 对 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所以其实 不是 所以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你认为是销售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的 还是 这个行业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 那在你心目中 你那为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行业 是能够作为终身事业发展的呢 对 就目前我选的 这个养老行业 是我比较坚定 想去做下去 好 那我们就看看 会有什么样的职位留给你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好 还有三盏灯